中共從1999年開始 對法輪功的迫害造成了一代人 伴隨著迫害在顛沛流離中長大 多倫多有一位大學生 從3歲起就隨著父母上訪 下面就要我們來聽一聽 他和媽媽一起去天安門打橫幅的故事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學生劉明舟 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要乖 爸爸媽媽在做很對的事情 我三歲的時候呢 我媽媽帶我去天安門廣場去打橫幅 到了天安門以後呢 我媽媽就把我放在那 然后呢她就把她的橫幅從包裡面拿出來 然后就拉着橫幅 上面是法輪大法施政法 然后呢就围着我跑 然后我媽媽跟我说 也是怕跟丢我 怕看不到我嘛 所以说就围着我跑 然后在天安門廣場上喊 法輪大法好 還我師父清牌 明舟的父母是工作剛剛幾年的大學生 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 明舟的父母去了信訪辦上訪 2000年12月 母親又帶著小明舟去天安門廣場 為法輪功發聲 我媽媽剛從拿出橫幅來 沒過幾秒鐘 就馬上就有那個便衣的警察上去 去追我媽媽 要抓我媽媽嘛 然後呢我媽媽原來那個在學校的時候也是 也是運動隊的跑得特別快 所以說他們也追不上 然後呢就一直圍著我在跑 然後呢後來但是後來的警察就是來的越來越多 有好幾輛那種麵包車啊開過來 嚇了很多人就把我媽媽跑的那個範圍 整個都圍起來了 然後呢就是人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多 就從前面藍的又從後面追的 然後就把我媽媽最後抓住以後就給拖著拖上車了 然後呢有一個警察過來就是看見我身上 衣服上寫的字嘛 知道我也是那個就是練法輪功的嘛 就把我一抱就給抱到車上去了嘛 民眾的媽媽在車上不停地打開車窗 向民眾高喊法輪大法好 有一個警察就過來就摁住我媽媽的喉咙 然後就把我媽媽摁在椅子上 然後呢就不讓它繼續發生 然後呢後來呢這個人就開始打我媽媽 他打我媽媽的時候那個拳頭吧 揮來揮去的時候就揮到我的臉上來了 就把我的鼻子從下面往上打了一下以後 然後我就開始溜鼻血 然後因為小嘛也不知道那個該怎麼樣 就知道溜鼻血了 然後就拿手摸摸摸就摸得滿臉都是 當被問到小小年紀經歷這些有沒有害怕 明州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小我也不太會跑 我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亂跑 我要亂跑的話 我媽媽爬 我一說我跑肯定是怕我走丟嘛 所以說我不能亂跑 我只是默默地站在那去支持我媽媽 我知道我媽媽做的事情是對的 然後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對的 所以說我並不 也不覺得害怕 也不覺得委屈 也不覺得會怎麼樣 我就是在那站在那去支持我媽媽 明州和媽媽在天安門兩次被關進看守所 返回家鄉後 爸爸和奶奶都被警察抓走了 警察經常到家裡騷擾 媽媽帶著小明州到處堵草 從小跟父母修煉 言傳身教中 明州知道爸爸媽媽沒有錯 從小就學法 我知道我學的東西裡面沒有不好的東西 整個的《專法輪》那一本書 都是在教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好人 我們只是在遵循著師父告訴我們道理 修真 修善 修忍 做一個好人 所以說我知道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我們是正義的那一方 而那一邊才是他們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所以說我並沒有感覺到害怕 明州16歲時爸爸又被威脅 面臨被抓走的危險 於是送明州到加拿大留學 幾年後全家人在加拿大團聚 修煉了大法 是讓我這個人吧 就是比較會成熟一點 能夠替父母去考慮啊 能夠去做一些 就是為父母去分擔一些事情 所以說在這邊也是找房子啊 考家之後這些事情都弄好了 之後明州考取了 西安大留大學的音樂系 主修雙紅館 今年9月將去美國繼續深造 有一天能夠學出來 然後那個能夠去上神韵 考神韵 新台灣記者劉海英 波倫多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